今日,有相关媒体独家报道称,女团凯普勒将成为第一组不解散的选秀限定团。 随着各成员的所属社,只要管理层积极地对延长项目活动进行讨论, 确认从现在的9人体制,成组为7人体制, 姜瑞旭版本伍白将离开凯普勒。 加入原所属社143 Entertainment旗下的女团Wymelight, 对此消息,143娱乐相关人士也给予了回应, 表示她们目前尚未决定,姜瑞旭和版本伍白是否会继续与凯普勒一起活动。 目前还在慎重地对内容进行讨论,事项还没有完全决定。 不过对此,网友也都相当震惊,虽然没有全员续约, 但作为限定团来说,这也是第一次, 不禁让网友想起义男平的艾子婉, 粉丝集资了32亿,要求重组,却失败了。 对此大家认为,续约是好事还是坏事呢,还留言讨论。 另一方面,凯普勒将于6月3日发行首张正规专辑凯普勒尔, 完成续约前的最后一次活动。 爱都还没舍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,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